我们法务部的司法院的官员 有请这个次长 次长 政委您好 次长好 这个民法关于夫妻的法定财产制 我们都知道民国91年开始 做了一个废除联合财产制的一个制度 然后修正之后 法定财产制 就明定夫妻财产制 各保有其他所保的潜力 这样的一个分别 采取分别财产制的精神 就产生出我们现在今天 大家所提的这些问题 今天要谈的民法1009条 就是1011条 这样的一个你们在部里面 或是在相关的场合 有没有讨论过 有没有打算要去 这个针对这个部分来删除 报告委员 这个因应这个委员的提案 那我们法律事务师 侯部法律事务师 就召开专家学者的两次的会议 这样去讨论 所以提了之后 你们才开始讨论这个事情 对 因为我们对民法 因为它是实体实力法 它是根本大法 所以我们的讨论是长久性的 然后有一些应该检讨的就会进行检讨 那检讨完毕之后 分总则 在种在各亲属继承 目前亲属继承 各部分要提出修正的 再一起提出来 因为民法条文一千多条 不可能说 发现一条就提一次 发现一条就提一次 基本上过去是这样运作 我是建议要调整 调整这种运作的机制 因为你要整体去 去讨论这个民法哪些条文 就像可能是几十年改一次 就像我们的过去从 这个台湾光复之后 民法也是这几年才 来陆路继承 亲属陆路继续修正 都是整体整体的 但是如果遇到 在社会上明硬的 或是造成显然是 非常不公平的 或是有问题的 其实可以早点提出来 而不要说立法委员提出来之后 你们才开始讨论 报委员这个我们会非常注意 我们也会照委员的指教 应该如果造成民怨的 或者大家有很多意见的 我们都可以随时检讨 所以这个修法的那种机制 恐怕还是要做一个调整 对于今天所提的这个1030之一 这个在96年的时候删除 现在有提案的委员要能够恢复 对这样的一个意见 这个法务部的看法如何 因为法务部认为 他虽然是因为 既于夫妻身份的关系而产生 但是仍然具有财产权的性质 那所以96年他修正 把1030条之一的第三项 把它删除掉 那我们认为如果又把它恢复 它是身份上的专属权 那这个前后的变动相差太大 那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说 把它增定第三项 明定债权人 不管他离婚前后的离婚后 都不得对债务人 行使配偶的剩余财产差额的 分配请求权 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 它毕竟还是具有身份权的特质 但是也具有财产权 两者怎么去兼顾 这个条文怎么去考量 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 等一下讨论的时候 这个我们拿出最好的一个 解决的方式去修正 刚才我之所以提到 很多的有时候从一个个案 一些个案 也许累积很多的个案 然后去看出了一些 我们相关这些法律的 不周延或是需要修正的地方 我是希望法务部 会要朝这个方向 因为今天跟这个今天的条文是没有关系的 事实上这种案子很多 非常多 就是说这个 这里面有一个个案 这个 由摩甲 他的母亲 这个83年的时候去跟银行消费性借贷 这个500万 那后来这个 那个整个历历 他年许是17.5 是相当高 以83年的时候 确实是很高 那经过后来他这个 是过世了 他小孩子 承接这个债务 这个91年的时候开始偿还 还了十年之后 还了十年 就扣他的薪水 强制扣薪三分之一 还了十年之后 他再了解 他到底还有多少债务 他想已经还了十年了 500万应该差不多了 对不对 结果还有多少 不只是500万 是1600万 结果变成1600万 他还是用17.5来算 大家都知道现在利率很低 他还是用17.5来算 后来就去找这个银行协商 然后是找了立委 不是找我 找了我的前辈 我都出自当立委 找了我的前辈 十年就是 这个就是去年了 找了我的前辈 还好他是外商银行 外商银行一看他每年都这样 很有诚意的还 每年扣三分之一 也扣了差不多500万了 差不多了 算一算大概剩下67万 所以他愿意用67万去把它结清了 如果碰到其他银行不见得 是是是是所以很多这么个案了 现在还持续进行这样的一个个案 最近我也接到一个陈琴的 95年的时候欠了银行 这个六万块的薪水 扣三分之一 对都扣三分之一 两万块 也还了很多年 后来算一算了 还一辈子也还不完 也还不完 也不过历历是百分之六 但是也还不完 类似像这样的 对对民众来讲 怎么会他会觉得 虽然民法规定是这样 但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民法规定很清楚 这个债权的也没有问题 绝对是站得住脚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对民众 他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每个月扣三分之一 但是一辈子 他退休了之后 退休金存在银行 还是要被扣 还是要去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这种民愿 这样的对这个案子 很多这样的一个案 尤其是这么多卡在的状况之下 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个市长 你是不是可以去设法去修 看怎么样去修相关的这些规定 那报告委员 这个公平正义 本来就是法律的基本的精神 那当为哑巴开口 为孤独则呻 当开口按公益判断 为困苦和穷化的变区 那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 圣经上的一个教导 那夫妻是财产事 这当中产生 这个有不公平的现象 这个我们一定要来 把它修法来解决 但是有时候考量到的层面很多 像刚刚我们谢委员 谢国良委员他提到的 那有时候也会造成 就是说 夫妻的就利用夫妻才能 这样的规定呢 来逃避债务 所以怎么样去规定的完善呢 这个是需要 发挥心思去 去施粮的 但是司法机关 不管是法务部 或者是司法院 也必须行公益 好联敏 对 存谦卑心 尤其是行公益 好联敏 是是是 这个部分怎么样去解决 真的是拿出我们的智慧 是不是好 是是是 去考量这个事情 是是是 我们非常谢谢 郑文的指教 谢谢 谢谢